开启这个范例 那第二个的话就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这个 那没办法提到 我们用REPT-LEN 然后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这个三个东西 把它加进来 三个呢 这个ANDREPT-LEN 然后组合成一个公式 然后组合完之后 其实向下填满 那这个手机号码就全部完成了 那如果你不会 头发练钢绝对是行不 因为这个 现在的电信业者 客户一定说几万 不不是 几百万的 那百万的话 你怎么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一定要怎么样 想办法 那用哪一个呢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先用公式 那公式特别之于呢 一般习惯是会把游标 先停在我们的出生阁 这个范围里面第一个 然后在上面输入公式 停一下 然后要什么公式 开头一定零九 所以开头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等号开始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一定是双引号开头 结尾也要双引号 所以零九 因为我们开头一定要零九 那零九后面的话要串什么 电信线的 所以再加一个AND 特别说AND是串接 串什么 串这个电信线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电信线 它会把这个F4串到这边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零九 AND F4 那结果等 那你后面如果不想输 没关系 你先打勾一下 它会先把结果告 你这两个串在一起的结果就零九一 然后后面还有个减号 所以AND 所以再点上面一下 再AND AND一个减号 然后呢 当然你如果到这边想要停下来 没关系 你可以停 要不然你要继续打也可以 可以打勾 要不然点号就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要什么 我要一个84 问题是84前面要补零 那你现在如果说 我现在AND AND一个什么 一个零 然后再一个AND AND一个84 那会不会零84 问题零 可是问题 你向下填满 这边点两下 你会拍到 这边三个你补一个零干嘛 这也不对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方式 来补那个零 那如果你不是用这个方式 补那个零的话 那怎么办 那有个方法 就是你要判断说 这里面到底几个字 有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 那你可以用LEN 有没有 LEN 判断这里面 告诉我里面的几个字 里面有两个字 对不对 两个字的话呢 那也要补几个零 那这样你要想一个公司嘛 所以你用三去减 三 减掉 这里面有两个字 那等于一 一只补一个零 那补一个零的话呢 我要怎么叙述 那你可以用REPT OK 那也就是说啦 我们如果把上个礼拜的公司跳进来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AND 直接打好了 REPT REPT 因为它这边会跳这个函数出来 REPT 那一样他会问你说你REPT 那一样他会问你说你REPT 前刮弧 那请问一下你要重复什么字啊 REPT 重复零啦 你帮我重复零 OK 那重复几个斗点 重复的数字数量 是跟这个P码里面的字数有关 那所以呢 当然你不能说你直接用LEN直接去算 你必须用3去减 3 因为里面已经有三个 三个数 减掉原 这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里面有两个字的话 那减完就补一个零 那如果里面假设像这边是一个字的话 3减掉1 那就是补两个零 意思类推 我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 我用LEN 所以一样 P打一下 钱瓜 所以如果你要在公式里面 在呼叫某个函数的时候 那你可以自己打 然后补一个钱瓜糊之后呢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趋势 他就帮你带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后瓜糊 记得有钱瓜糊 需要后瓜糊 OK 所以有 REPT帮我重复零 那几个 用3去减掉这里面的 这个数量 OK 然后呢 记得后瓜糊一下 好 那这样我们公式就完成 那这个最后打勾好了 所以最难应该在这里 REPT 重复几个零 然后呢 我们的公式是用3去减掉里面有几个字 把它打个勾 那你会发现它有帮我补一个零了 那你往下填满好了 这边快点两下 你会发现它补的数量对不对 这个两个字补一个零 那三个字就补一个零 好像应该没错 在补一个零 补一个零 对 所以后面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加上AND 什么呢 这个门后的 一码补上去 有没有 那就084 OK打勾看一下 对没上下填 看看 底下全部OK了 那底下全部OK之后的话 那我们还需要呢 做门后的末码 那你想说 区码 末码 感觉好像 意义差不多 反正就一定要3码 OK 那所以说 而且前面一样是减号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假设 如果你像这个公式 是不是可以直接 从这个AND 从这边呢 干脆把这一段公式复制一下 到这边 那把这一段公式复制过来之后 那你不能都是G4 因为我们只要是 这一个储存格当基准 那当然我们如果换成末码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G4 这边有两个G4 改成H4 那公式不是OK了 所以怎么改呢 一样嘛 你就把 这边AND 记得哦 因为后面尾巴一定要也是串结 所以AND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 这边就直接改 那改 那你几个方法 你就把G选起来 改H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我习惯上 选 G4再点H4 这样盖过去也OK 然后打个勾 这样就有了 然后向下填码 那填码特别是 你只要做一个 那底下如果要复制公式的话 其实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 会有一个叫空点 这个空点 你只要快速点两下 OK 快点两下走件 它就会自动填码 并且按照 你这个公式的规则 只要向下 就会把你的利好自动下1 像这个F4这边F5 然后G4这边G5 自动帮你把规则把它复制到底下 这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快速完成 底下你会发现 你会看一下 它自动怎么样 把GF4变成F5 然后G4变G5 H4变H5 底下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向下填满 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就是它后面这个叫裂号 裂号会自动帮你加1 那为什么要自动帮你加1 因为我们的范围刚好在底下 这个F4是抓这边 那如果这个的话 你这个手机一定是抓下面这个 OK 所以它原则上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是要把它填满 可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地方公式就做出来 就这样而已 其实最难应该在这里 REPG 有没有 加LEN OK 后面再M的趋势 如果假如你这个公司怕记不太起来 或做错 请各位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未来我会把相关的资料 其实都放云端白板 那你们可以自己在上面找 里面上的话 你可以打开来 这边就有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 第几页可以找到公司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第三页 刚刚我打了这一串公式 就在这里 OK 你只要照着做 保证不会做错 OK 不过我建议 你会用那个理解的 你不要死 这个其实背这没意义 那以后的话 就是工作上 如果你想要产生什么样的资料结果 那你就是按照 这个问题的需求 找到对应的函数 组成一个公式 那这个问题就快速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公式做不出来 哇 那反而 几万个资料 难不成你要自己土法链钢吗 绝对不可能 现在工作上哪有人在土法链钢的 OK 所以怎么办 你一定要汇这些东西 不会的话 比如现在这个 这个大数据时代 所有东西 电脑 自动产生Data 这个Data的数量 太快 太恐怖了 随随便便都是几百万笔资料 几百万笔资料 怎么处理 对不对 所以呢 绝对不可能用人工处理 那怎么办 想办法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公式 试着做做看 OK 再打购一下 这边就出来了 OK 那这个是 第一个方法 那你想说 老师那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这个 我如果不要用REPT LEN 感觉好像用 REPT跟LEN 好像不太聪明 好像还大为圈圈 有没有 还要三角到也要LEN 那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解决 更聪明一点 他当然有啦 可是请各位自己再找一下 插入函数里面有文字 其实这里面就会有个函数 他会比这个还聪明 那只是说你要找找看 那所以前提啦 你就是要熟悉函数 否则的话呢 要不 你就是做比别人笨的方法 没效率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可能做不完 那个函数 不是最佳的选项 所以呢 一定要熟悉 那怎么熟悉 其实你点选每个函数啦 下方都有跟你讲说 传什么东西 它的作用是什么 甚至底下的函数说明 你点击它 它还有官方版的干关 你先给它看一下 不可能要做点功课啦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吧 刚刚那一题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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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